大家好,我是Den 韩国有一位非常著名的创作者,金桂蘭 她经营的频道Pitchaker Gallery 目前有309万的订阅 在韩国几乎是无人不晓的网红 而这位网红制作的女团QW12 将在10月18号出道 不过QW12这个女团 有一个非常特别的地方 QW12是拥有58万订阅的网红Chord 拥有47万订阅的网红Magenta 拥有410万TikTok追踪的娘娘娘娘 以及日本女团NMB48出身的 以希恩等4人所组成的女子爱豆乐坛 在这里最引人注目的就是 这4位成员们已经验证的人气 他们的SNS追踪总数接近1000万人 所以网友们都非常期待 这些曾经在不同领域拥有独特存在感的成员们 聚集在一起会创造出什么样的化学反应 目前虽然还没有出道 但是广卡会员已经突破了3万人 啊,希恩加入这里了 希望能成功 秋团和喜恩本来就是做音乐的人 所以也参与制作了专辑 秋团本来就是音乐大学出身 其实很多直播主玩抖音的人 都会使用乐器或者是音乐大学出身 如果这个组合成功的话 应该会有很多类似的女团出来 所以想问一下大家 假设华语圈的创作者 当然是自己喜欢的创作者 如果几个人志同道合组成一个乐团的话 大家会支持吗 接下来我们来看一下被新闻名吓到的 Aspot旗舰 18克克克 Winter的表情跟动作 加上旗舰的表情真的太好笑了 能想象到拉长自拍杆的时候 Winter的表情 Winter的这孩子又在干嘛的表情 跟旗舰傻傻的表情 加上卡丽娜豪迈的笑声 让我不停的反复看 又好笑又可爱 但是卡丽娜怎么这么漂亮 很像是参加派对的海外高中生 Aspot每个成员都有独特的个性 但感觉彼此之间像家人一样 所以好喜欢 最后我们来看一下 疯狂的M.M.S.卡丽娜 卡丽娜是2014年 而开头原本是这样的 我们来看一下2023年 M.M.S.版本的卡丽娜 十把克克克克超好笑 啊北京搜尔克克克克克 真的疯了克克克 Cezy 字幕志愿者 杨茜茜